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Komi 今次就是拍這個Monthly Favorite 哇塞是Monthly Favorite 大家其實很久都沒有做 對上那個Monthly Favorite 說的是7月份的事情 相隔差不多3個月 今天就跟大家說一下 積賣積賣這麼多個月以來的一些我覺得好用的產品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要繼續收看 大家看吧 Skin Care 開始了 Skin Care 其實就不是很多 就有一樣的 我這個月其實10月份去了Lush的VIP發佈會 對 我是Lush的VIP 一直都很支持這個品牌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手做的 雖然不是全部都是自然的 不過他們都盡量比較自然的方法 去用於他們的Skin Care 各方面 其實我去了他們的發佈會 他們會介紹了他們聖誕節的Gift Set 很可愛的 而且我極之想去買The Snow Ferry的按摩Bar 不過他們還沒有貨 要等再遲些聖誕節 真的開始開買聖誕季的時候才有 去到一個發佈會 就有一個Goodie Bag 給我們拿走 裡面就有一件東西 我很喜歡的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個 這個就叫做 Let the good times roll 其實它是一個洗臉膏 不過我不是當是洗臉膏 我會當它是磨砂 打開的時候 你看到好像有些Port Corn 其實是一個啡色的洗臉膏 那你用的時候 就拔一點出來 一粒粟米那麼大 然後開點水 搓溶了之後 就可以按上面 它是洗臉膏 但是我當是磨砂用 因為我覺得洗臉膏 除非你是Double Clean 一定要先拿妝 之後才可以用它 因為清潔力度 我覺得不夠 但是磨砂的效果就很好 因為它裡面的成份就是 就是這個 玉米油、玉米糊、玉米粉 和玉桂的 裡面很明顯 用的時候 就會感覺到 有些玉桂粉 它是很細很細的粒粒 很細的 很微細的 你搓上去的時候 就感覺到 有一點磨砂的作用 但是很溫和的 你用完之後又不會覺得很乾 而且一開 我很喜歡那種味道 它好像Cokey Dole的味道 即是做餅的那些 那些刀 即是麵團的味道 他們很喜歡這隻 餅味 實際就是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要去LUSH嗅一下 我記得這個 是它之前 是一個季節的 產品 現在就已經是永久在LUSH 大家可以去看看 之後呢 我們就到Body Care了 那這個 影片呢 就有十分之多的Body Care的東西 那呢 有很大部分呢 我都在這個iHerb那裡買的 那大家都知道 我十分喜歡去那裡幫襯的 那我今天要介紹給大家 就是這一對 小物仔 那其實呢 我是 嗯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它呢 好像那些 那些叫什麼 散煲 即是下巴用來散煲 那些質地 那當然我這麼粗 因為呢 它是一隻手套 那你在洗澡的時候 你就可以戴著它 然後濕了水 你用來搓那個 沐浴露 或者按摩油 那些就戴起它 然後就搓 起泡 然後就做一個Body Scrub 那它呢 如果大家有傷口 就不要用到那些位置 那就是 那就是 用完之後呢 十分之舒服 我覺得是很滑的 那皮膚 那當然啦 有一點點油膩 那這樣東西 那如果大家是很敏感 很敏感 就不要太大力 那 那都有點 厚 那如果大家 不太喜歡 用那些磨砂 粒粒 那些 那可以用這個 來做代替 那我十分之推薦 買便宜的 這個Golf 是怎樣呢 你用來買磨砂膏 你可能一枝 大概是百多元 這樣 但是買一個手套回來 然後 然後 用來做洗澡的 一個磨砂的用途呢 那 這個 計算是 四十多元而已 我想計算賣品 那 抵得爛啦 那 磨完沙 洗完之後呢 我這陣子很喜歡用的 有兩隻 Body Care 都是在阿赫買的 不過 這個 在萬寧我都看到有 那 那 就是 Bio Oil 還有 這個 Revival Lab Revival Lab Transformation Lotion 其實 就是 Firming Lotion 加 這個 這個 Firming Lotion 它就是 白色的 你看我用了 差不多三分之二 其實都 一直 一直用 它 撕一點點出來 給大家看 那 我用法呢 可能是 這樣 一刀 在手 然後 加5-6滴 這個Bio Oil 那 因為這個 它們說是可以有 淡斑的功效 那 我就生濕塵得很厲害 那我就試一下 那 不過 它們說要每日用 大概用半年才能看到效果 那 Anyway 都繼續用 看看效果真的 可以 那 味道呢 兩個都是 花的 尤其是 我覺得 好像 俄羅蠟 雪花膏 不過 我很 感覺到 Firming 效果 因為 最近 比較乾 夏天 我都不 很 塗 我怕黏黏 不過這個 不會黏的 它有 俄羅蠟 應該有雪花膏 的味道 而且 我是 很認識的 一個 Firming的效果 那我呢 這個就是 白色這枝 Lotion 的質地 很 軟的 它不厚 很新的 而且 一隻 已經吸收到手上 我覺得很舒服 對 那我 身體 Lotion 就是這兩樣 混合在一起用 最近 我去做一些 修夾 修腳 的服務 所以 為了配合 修好的一對 靚靚手 和靚靚腳 我都 晚上 特別地 為了靚手 和靚腳 保持它們的柔潤 買了這些 這樣的 物仔 這些 綿質的 物仔 和手套 那 怎樣用呢 就是每一次 你 塗了腳膜 或者手 面膜 之後 就 帶著它們 睡覺的 起來呢 超級之柔軟的皮膚 當然 不只是 手套的功勞 當然 我買這些 就是為了 怎樣說呢 令到那個面膜的 功效再發揮得好些 那一局它 有事實性 和早局有一樣 你要給它一點時間 塑進去 再敷進去 令到整件事更加之好 那所以呢 今個月推介 都是有 棉質襪子 和這個 棉質手套 兩個呢 都是在Eco Tools 的牌子 亦都是在 iHerb那裡買的 那大家如果 價錢 所有東西 就在下面的 EvoWorks 看看我的 列印在下面 大家去看看啦 說到靚手 今個月的試用 就有 LCN的這個 手指 又是 我很喜歡的 因為它 它的 味道就是 一些蘭花的香味 白色的 又是 很輕身的 霜霜 你看看 我推開它 是 即刻塑進去的 你覺得很爽 又不會黏黏黏 又不會有 塵的 在手上 那 它的香味 有一點點 蘭花 混合 蘭花的香味 那這個味道 我就OK 未至於很喜歡 但是它的滋潤效果 這個 加上我的手 起床之後 完全感覺到 你的手是很滑的 對啦 十分之喜歡 我也覺得不錯 是 就貴一點點 我記得 它們是賣 其實有大妝的貨裝 那我這支是30ml 可以拿出去的 那其實30ml 都 成百五元 都挺貴 我覺得都挺貴 那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我呢 就是 暫時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會敷這個 那我想我一個禮拜 大概兩三次 我會敷 晚上睡覺 用了這個之後 帶著它去睡覺 那第二天起床 那隻手真的 滑 接著呢 就到化妝品 化妝品呢 我就有三樣東西 跟大家分享的 那 說的是 concealer 那我今個月呢 就跟大家分享 用了一會兒的 這個 Nude Color 這隻牌子 其實是Nude Skin 的彩妝產品 那為什麼這麼好呢 因為呢 首先它是一個 橙色 我呢 這個黑暗圈實在太厲害了 那一定要找一隻 實色容易推的 橙色呢 才可以蓋得到 那它呢 就有了這些條件 它呢 是很奶油 你看 還有呢 很容易推的 你看一下 這個顏色呢 就是深一點點的橙色 那當然是因為 我有一個很厲害的眼圈 很好啊 我覺得 它又容易 你知道這些這麼細緻的位置 你點開它 又很怕它厚 但是這隻絕對厚 而且那個遮瑕力很好 而且呢 它是很creamy 很易推 你不會有 你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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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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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就記得那裡有四個顏色的 我這個是最深色的 四號色 是TED的 那大家 如果是會員 就可以去看看 其實會員 我覺得你也沒可能沒有試過 因為真的很好買 這隻 之後呢 就到另一個試用的產品 就是這一支 Akuma 的眼線筆 那其實呢 其實呢 我很少用眼線筆的 通常都是用眼線液 因為呢 用眼線筆來畫 內眼線呢 我目前沒有試過 任何眼線可以 在我的油眼上 是不會融的 在我的油眼上 因為呢 怎麼說呢 整天都會 即是化了下來 在這些眼角 這些位置呢 我永遠都不會畫內眼線的 因為沒有可能 即是持久在我身上 所以呢 永遠在上面畫眼線 那就算了 但是 不畫內眼線呢 其實你化不了那些 很淡的妝 即是 你化不了那些 只可以用睫毛 然後再畫眼線 畫兩條眉 就走得那些 很淡的妝 那 所以呢 所以呢 今個月試用這一支 十分之好 我覺得 為什麼呢 因為Stay Put 我可以說 大概 早上班 9點鐘上班 我到晚上 我到晚上 放工回家 8點多 即是大概12個小時 都 有少少用的 但就不會說 很誇張 在眼肚的位置 因為呢 畫了上去 其實呢 就已經是 那個Waterline 即是下面的Waterline 都會 煎了少少的 但是呢 它就不會畫到 在眼肚的位置 那它是一個 圓筆 可以刨的 形狀 來的 那它呢 很容易畫的 我畫一下給大家看 很順的 很容易上色 輕輕力 大力一點 這樣 很容易上色 而且它很柔軟的 不像我那些 刮下去很硬的 那些 刮到眼睛很痛的 那些 今個月就 太久找到它 最後一件化妝品的 最愛 就是 這是 Boshoir的 這支 Fantastic Folium 的 那有什麼好呢 其實呢 對於我來說 對於我來說 其實我找到什麼 我真的找到 Folium 我就不太理想 長度 因為長度對我來說 我都已經覺得 OK 我就不需要太緊張 長不長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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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很喜歡 這一支 首先第一件 最重要 它會不會融呢 它不會融的 這支 在我身上會不會融呢 那我好油眼的 先說一聲給大家聽 那它的 有什麼好呢 我很喜歡 頭 大家看到嗎 是一個 線狀 即是 它是一邊的 一個 一邊的掃 但是這個掃 是一邊的掃 是一個 有一個 闊度的掃 而且它 梳開眼睫毛 你可以 不用再用那些 梳 再梳開它 就是你 平時你不是都會說 有些 有些 clumpy的眼睫毛 那些 膏 你不會用那些 梳 這個不需要 很根根分明的 還有呢 有個好 它是一個 wax base 的 不是那些 fiber的 那些 那 wax base 那會不會很滑呢 不會 維持到 最重要 還有一件 它不會很硬 我很害怕 那些 那些 膏用完之後 眼睫毛 完全 不自然 很硬 所以呢 十分之好 這個 我是在 ASOS買的 ASOS 如果有QP 就更便宜 比香港便宜 五分一 價錢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在ASOS 看看 雖然現在沒有早節 我記得 但是等到有節的時候 買一買 它就最好啦 對吧 之後就倒香水了 香水 我今天有一個 Favorite 跟大家分享 就是 又是Lush 但是 這個瓶不太Lush 因為 他們的 Lush 產品 特別是香水 不知道為什麼 包裝是有少少分別的 那我講的 就是這支 新的 香水 新的香水 食字 新的香水 這支真的叫 新的香水 那它呢 黃色 大家猜不猜到 是什麼味道 黃色 它 就是 倒出來的 那你用的時候 你就可能 這樣拿著它 倒一倒 然後就塗在頸上 這些位置 很香 我喜歡的味道 就是 其實呢 檸檬 和橙的味道 其實裡面沒有檸檬的 這個就是 橙花油 還有 骨子精華 我記得就是 很香 這個味道 很新鮮 我喜歡這些 清新的味道 如果大家也喜歡一些 香水味 那就可以去 Lush看看 這一支 這麼細支 它就說每天兩滴 保存到 一個月左右 這一支 那我買都 其實都挺貴 說真的 香港買Lush 怎麼這麼貴 這一支是 175元 的 7ml 它有一支 大支 精華素 的瓶裝 我記得好像是 15ml 還是30ml 15ml 忘記了 忘記了 那支要三百多元 好貴 Anyway 喜歡這個 大家去看一下 聞一下吧 然後就到一些DIY的東西了 那 這個真的 我 我做了化名家 我講的就是這支 其實這支 這支 不關Gauche的 其實這支 是什麼呢 這支 是我自己做 一支 用來做閃粉指甲油 打底的 甲油 來的 不可以說是甲油 是溶劑 那 用了它之後 你就不用再怕 那些閃粉指甲油 那麼難下 因為 告訴你 一下子 撕得下來 那我遲些會教大家 怎麼做的 因為這個實在是一個 十分之好的方法 我發過 對了 你有它 塗了它 打底 之後呢 你就不用再怕 那些閃粉那麼難下 有時候就覺得 哇 很辛苦 塗了閃粉 是這樣 擦掉它 它也不脫掉的 那 沒理由這麼傷手 其實這件事 玩閃粉 可以很開心的 我覺得 所以特地就做了這支 東西出來 那我遲些會出一個學 教大家怎麼做的 其實 這個很簡單的 那大家等著 做我的影片 我會詳細教大家做 那第二個DIY的東西 就其實不是我DIY 而是 我男朋友DIY 那就是呢 契期在我生日的時候 就做了一個 甜品 給我吃 那我在這裡夾一些照片 給大家看一下 那時候我覺得 真的 其實我很少 我拍那麼多次拖 我沒試過有 男生那麼花心機去做 做一些那麼有趣的東西 送給我 那我收到那一刻很開心 其實它是一盆花來的 就是 也不是說一盆花 其實它是裝著 一個甜品 底子就是 沙里蛋糕 Rocky Roll的雪糕 和Oreo餅 砌了底子 那當然 那些泥土就是 Rocky Roll的雪糕 上面鋪的Oreo餅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泥 然後它還插了幾支 菊花 還是太陽花 我忘記了 但是很開心的 我那一刻收到 是 今個月呢 就在這裏 露露一對 Bang 叫Space Kit 其實是一些 Indie Band 如果你是 進入一些 電子音樂的 POP 即是Electric Pop 加一些 遊戲音樂的話 那你就要 去看一下 就是去聽一下 這對Bang的音樂 即是它的混合是 夾一些 打機的音樂 即是 例如 媽媽的兄弟 有些 寫窗的聲音 夾到一些歌 很特別的 我很難言 大家去聽一下 就最好 我會將 網站 他們有個playlist 我會在下面 大家去聽一下 月十月份 就是我生日 我和大班的中學同學 去了一間 名角的餐廳 就是在朗浩坊 那裏 我吃了這餐 很貴很貴很貴的 飯 生日飯 那裏 但真的很好吃 那裏 我吃了一個 蟹蓋 芝士 焗 但蟹蓋 整塊都是肉 那裏 真的太 正了 因為你去喝 都不會吃到這些 我記得 我的朋友說 在米芝蓮 不知幾個星 不知連兩星的餐廳 好像是 我沒有記錯過 當然有趣去那裏吃東西 真的要試試蟹蓋 雖然很貴 我記得蟹蓋 好像只有一隻蟹蓋 都要兩塊水 不過我覺得很值得 我覺得很好吃 而且 那個氣氛 是很舒服的 因為他沖浴的人 不是很多 又不會經常走過來 但是服務很好 而且有些位置很闊 很大 那大家如果 生日飯的話 可以不妨去那裏 如果大家有些預算 因為都很貴 可以去那裏弄一下 那裏的食物是十分不錯 我也推介 那我會把食瓶 即是Open Rice的食瓶 和餐廳的資料 就在下面 Evil Boss 大家打開看看就知道了 然後就是年衣 今個月我買了一件挺漂亮的衣 其實我現在穿著了 其實這件衣服是在網店買的 你看到是有少少透的衣服 剛才說現在的秋天天氣 他也挺重磅的 其實它是一件連身衣服 但這裡有個小叉 其實你可以戴一條Bel 或者你不戴一條Bel 都可以的 那這個就是不戴Bel的效果 那我現在先用這條Bel 其實我覺得戴Bel 就比較具體 而且你可以搭很多東西 搭Legging也可以 或者搭Legging 因為我有少少性感 我可以展示少少這個美妝 那我比較喜歡戴Bel的方法 入秋就適合了 當然不過這件衣服 因為要通洞 所以要打一個底 這樣就很好看又多餘化 到最後兩件衣服 就是一些我上個十月份試了的 一些面膜和一些療療 其實這兩個都是PAL的贊助 我就去了 LCN的Premium Center Eden那裏做一個修腳 我現在有連結一些照片給大家看 我覺得十分專業的服務 其實我這次試的是DELUX的PEDICARE 我用手掌 收腳 磨腳皮 很明顯 但那些磨腳皮 去枕等 我不是很多枕的 但我覺得我的服務 整個服務大概兩小時 整個過程 很好啊 很專業 因為它修腳 其實修腳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出過 去做修腳的服務 真的 很十倍啊 不知道是不是 我是Youtuber 可能那個服務就更好一點 但這個服務很認真的 譬如當是修腳 我們修腳 真的不同是修手 因為你的腳是會 放在地上的 放在地上 你也知道指甲可能會有些 側側側側側側的 對於它的型 其實也有影響 那修胳的技師 其實會在那方向這樣看 就這樣看我的腳趾 修好之後 就會轉回 在我的方向再看一次 而且會放在內裏 在地上 Russian 其它會看一看 確保這個形狀是要放下都很漂亮 拿起都很漂亮 很專業 你出去不會太細心去幫你做那些事 我覺得服務得很好 到最後就是另一間Facial Treatment的一間店 其實是新開的一個品牌 就是Sora Minerals 這個 Treatment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是環境很特別 因為它很像是Sora的服務 但它是一個Facial服務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我要給大家看一些影片 我稍後也會跟大家說一次這個Facial 進去後其實它是放置了一個鹽洞的概念 第一件事就是先換一雙鞋 它有一個腳套給我的 因為我們稍後會踩進一些好像沙灘 你幻想一下自己好像踩進沙灘 但它其實全店鋪都是用死海鹽鋪在地上 裡面由於是鹽的濃度很高 因為它們有一部機器是把裡面的鹽 即是死海鹽高溫加熱之後 它們就說對這個呼吸系統和濕疹 都會有幫助 由於鹽的濃度很高 所以你進去後 可能呼吸一下空氣也對一個Detox 即是有一個排毒的效果 我去過了幾次 我去得不太密 應該就感覺不到有沒有排毒這個功效 但整體整個感覺是很好 治療師的手勢也不錯 我覺得它Facial treatment 是用了它們兩個series 即是它們裡面有兩個大series的Skin Care 一個是雪山水的series 另外一個是甘如子 是Lifting和Firming的series 抗皺那些的 雪山水ofius是保濕 我那天去到就試了一個保濕的Facial 我覺得很好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是Youtuber 所以這個服務特別好 但我覺得整個經驗是很特別的 和你平時去其他店舖試Facial 即是兩碼子的事情 還有說多一點 因為它們裡面的治療房 其實只有一間 基本上是one to one 即是每一次你去到 就是一個consultants 加一個治療師就服用你 那你就真的那一時間 整間店舖就只服用你一個 我覺得也是一個premium的Facial service 這幾個就是我今個月份的最愛 我希望大家都喜歡我的介紹 我不知道下個月會不會準時出Favorite 因為實在我用的東西 不會突然間覺得好 我真的要用長一點的時間 我才會告訴你 我是不是真的喜歡這個產品 所以不知道 儘量都會找到一些Favorite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 我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Bye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